大家好 我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 今天想和自由亚洲的读者分享的是 特朗普染疫后围堵中共的前景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总统选举辩论会之后 感染中国的武汉肺炎 震惊全球 幸好几天之后 就可以出院离开治疗的医院 重返白宫办公 目前就未确定感染完 而白宫内部有众多重要的幕僚 曾经在日前参加大法官提名大会的人士 包括性母大学校长都不幸染疫 而各种阴谋论都盛囂尘尚 有人质疑中共刻意播毒 有些人更质疑特朗普为了争取更多支持施战的腐肉计 但其实中共要刻意直接播毒是不容易的 而特朗普腐肉计对自己的风险太大 可能性也不高 估计无论如何 从特朗普检疫后 政府宣布禁止中共党员和相关亲属 而据美国的决策中可以看到 美国将会更强的方式对待中共 不过要消灭中共的话 就不能够只针对中共 美国人必须认清 敌人其实是跟中共走太近的美国人 而近日虽然相当多的证据 显示拜登的疑似亨特拜登 是跟中国有很多非法的勾当 而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贺眠毅的丈夫任德龙 也都是在他任职的 欧华律师事务所里面 负责提供与中共旗亚企业的 有关资争服务 而这个公司又聘用了一些 卸任的中共官员 接下来就揭露懲罰这些 出卖美国利益的人和团体 就是当务之急来的 近月原本对北京政府 相对客气的欧洲国家领袖 例如麦克隆和梅克尔 都对中共发表强硬言论 希望北京当局可以改善人权状况 停止中国的非国 以及对东德揭淘 香港人的压迫 我说大家都真的逐渐了解到 中共的存在 令全世界都深陷危机 而中共的领导下 中国在全球民众的心中 已经不如以往 美国费油研究中心 在6月10日到8月3日 对全球14个先进国家的 1万多位民众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观感 近年越来越负面 疫情后 这个趋势更加明显 其中澳洲、英国、德国、美国 特别八国的民众对中国负面感更是 创业历史新高 这对中国负面的观感比例排序 日本是86% 瑞典第二 85% 澳洲81% 丹麦75% 南韩75% 英国74% 美国73% 如此类推 民调显示 澳洲、英国、德国、美国 这些民众 观感比例在创下 这个中心达十年来的调查 以来的最新高 因为当中成长得最厉害的是英国 2006年 其实只有14%的英国民众对中国负面 跟现在差了60个百分点 这些先进国家里面的领袖 应该对民意走向相当的了解 再加上蓬佩奥对各国政府积极游说 他们会对中国更为强硬 是可以理解的 中共恐怕面对相当大的挑战 除了串联欧洲盟友之后 蓬佩奥也积极拉拥 亚洲友好国家 一同对抗中共 在刚刚结束的 美日印澳四方会议当中 四国的代表 都同意建构所谓的 自由印太同盟 这个同盟非常明显 直接冲着中共而来 正如蓬佩奥所说 四方面的合作伙伴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我们要合作保护人民和伙伴 免受中共的剥削 腐化和脅迫 这种说法一针见力 建构了大一路的时候 中共收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 使其腐化 中国公司剥削了当地的工人 如果这些国家无法还款 中共会用脅迫的方式 要求官员们将相关的港口 和设施的低价租借给 中国公司经营和运用 而美国副国务卿 比根在在9月的时候 已经曾经表示 印太地区欠乏 好像北弱一样强而有力的多边机构 希望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常态化 以防来自中国的挑战 而蓬佩奥这一次的行程 应该是促成这样的对话机制 常态化的 除了这个同盟 未来有可能发展成军事同盟之外 经济合作的同盟也会有机会承认 军事上成为新崩落之称的军事同盟 经济上即可能打造了一个免税区 这个时候也可以邀请 更多其他自由的民主国家加入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by bwd6